MyViewBoard更新啦 現在新的介面 Class3已經內建在這個地方了 我們來看幾個新增的功能 首先第一個PPT的輸入物件 最好用的是到Canva裡面來 建立新的簡報 在Canva裡面搜尋背景 找到喜歡的背景 你可以把它設成背景圖片 尋找我們要的物件 比如說我這邊尋找對稱 在圖像的地方 找幾個我們喜歡的圖像 輸入文字 接下來我要將這一頁輸出成簡報 按右上角的分享 在底下的地方選擇顯示更多 往下滑 選擇儲存成PowerPoint 然後按下載 打開PowerPoint確定一下 然後再將它儲存檔案 下載好之後打開MyViewBoard 將我剛剛的PPT把它拉進來 選擇這個頁面 這邊特別注意要選 自放與前景 拉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物件仍然是物件 文字仍然是文字 等於是你可以先利用Canva的大量資源 做好PPT 再匯入到MyViewBoard裡面來 再來另外一個新增加的功能 是在簡報模式底下 在簡報模式下 點選物件仍然會有物件選單 這時候我們將物件旋轉 以前旋轉要等很久 現在的話我們只要在物件旋轉的時候 在物件上面按一下 馬上就會停止旋轉 搭配電腦的上下左右鍵 我們可以去移動這個物件 未來可以有多一些遊戲的設計 MyViewBoard常常會搭配Class3 可以直接在那邊做開啟 在百寶箱裡面 有內建原創內容 原創內容有很多GIF圖檔 直接拖拉出來 就可以直接使用囉 那因為它是GIF圖檔 所以我們可以對它做截圖 那這個時候上課就有很多素材可以使用囉 以上是這次更新的主要內容 趕快利用新功能來設計教材喔 好新鴻 地帶到某些書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